听得春雷早 杨帆正当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融媒体访谈 我是主持人珍珍 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合作 展望跨国公司发展 宣示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 与跨国公司合作共赢 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在会议期间 我们邀请参与峰会的嘉宾 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就峰会上的热点话题 和大家一起进行探讨交流 那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 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牛鱼刚 欢迎牛总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牛总 我们都知道 咱们伊莱特是一家中国和西班牙合资的企业 那么企业的总体情况 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它是由西班牙来在华投资公司 那么我们的集团叫阿瑟克一个集团 我们这个集团下设有海斯坦普 有拱巴类 有加埃 又设计了很多的一些产业 现在我们整个集团在31个国家 有100多个企业 主要是在致力于什么呢 一个是我们的钢铁再制造 像汽车 冲压件 海斯坦普 这是在国际上都很知名度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 那么另外还进行了一个新能源产业 像我们的光伏发电 像我们的光能发电 我们的这个就是还有我们的风力发电 那么作为我们是风力发电的一个板块 是阿瑟克在2008年进入了山东 那么当来之前呢 我们是跟西班牙一个四亿企业在一起合资 通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呢 然后它并购到这个集团里头去 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跨国集团的一个战略联盟 战略合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开始工作了一些 通过中科院离院式工作站 通过我们跟中国原则能研究院 还有我们山东大学材料学院 我们产学院的有效结合 我们攻破了一些那个高端的 也就是说一些卡帛的项目 像我们在2017年 我们就开始投资建设了一个大型的支撑环项目 我们打破了一个世界纪录 做了一个指径15.8米的 奥斯提布香港的一个环形团建 用在我们国家的重点的一个项目上 那么这也是彰显着 我们这个合资企业在中国投资 通过我们两间的各自的优势 助长了企业发展的强力动力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企业发展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那我们了解到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呢 伊莱特是投资了26亿元 当时呢 西班牙驻华大使 还参加了咱们新产业园的电机仪式 那现在这个新项目进展情况如何呢 是这样 因为阿塞克这个公司集团 在整个山东的投资 它第一是看好了山东这个营商环境 另外也是看好了我们山东 作为一个装备制造业大省 尤其是作为我们伊莱特 是在风力发电 在核电 在水电上的一个发力 所以说我们最近这两年 虽然是疫情 但是我们集团呢 还真的是逆势而上 那么我们就说新一轮的3060年 我们这个集团就更看好了中国的发展的趋势 所以说我们在去年的1月4号 我们花了7.5个亿 破产充足了我们的远州的七路特纲 就是我们山东的锦尼的远州 后来我们又追加了三个亿的投资 这个也将近十个亿 那么后面呢 我们是在2021年的5月28号 我们又投资了16亿 做了一个什么核电深海工程 就是面对了我们山东的大型海上风电 还有我们国家的大型海上风电 还有核电这个产业 我们就是要进军这个行业 当时的时候这个项目呢 还是在山东 在我们济南 在张秋 还是拿地机开工 非常好的那个营商环境 所以感动了我们的集团 因为我们是2021年的5月26号拿的地 5月28号破土动的工 所以当时是500亩地 我们也是强力投资16亿 接着到现在 我们整体建筑都已经结束 湿北安装也已经基本上90%吧 因为我们应该是定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海工事业部是7月17号 我们叫717开工 我们还有一个补链项目 就结合于我们疫情防控 我们认为是补链 强链 演练 这样在野来特里头得到了有效的发挥 我们有了原材料的研究 因为我们有一个新材料产业研究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有了材料的制备 所以我们从材料的研发 到材料的制备 加在后面的我们各道的工序 然后形成了一个有效的 一个全产业链 全产业链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现在的项目进展是非常顺利 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 也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进展 在稳步的向前推进 那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您看这个后疫情时代 不确定性增多了 我们为什么敢如此就有一个大手笔 来投资26亿元做这个项目 作为我们合作企业 我们更关注的是国外的发展思路 或国内的发展战略 怎么样有效的来融合 那么从总书记所提出来 我们3660这个发展战斗目标 作为我们在风电 水电 还有核电这个正常做高端装备制造业 这个企业 那么我们更好的是看好了这个市场 再加上呢 我们跟西班牙这些年来合作了 我们有15年的合作之关系 他们更加注重的是 我们中国的营商环境 还有我们的政策的一致性 这十几年来 他在我们整个山东济南 从过去一个月到现在 我们整个资产我们是46亿 但是我们的资产负债率是37.5 我们去年的消息收入我们是40亿 那么今年我们是突破是50亿 那么这有看出来他的业绩 还有他的资产的保值升值 那就通过我们的好的营商环境 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后谈的 3060 那么海上风电 海洋工程 作为核电 那将是我们中有发力的电 那么刚好呢 说我们是非常的 这个产业是非常气和度非常高的 那么这是 再加上我们这些年呢 跟中科院也好 跟金书所也好 跟那个各个科研机构也好 我们都做了很多的一些 紧密的合作 那么说我们有技术的支撑 我们一个是非常强的管理团队 那么再加上我们有非常好的 集团的资金雄厚的实力 我们为什么不抓住3060这个机遇 很好的要努力吧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两边的股东 是一直是高度一致的 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实际上是我们投资 绝佳的机会 绝佳的时候 因为再加上疫情防控呢 我觉得用两种方式来看 我们疫情防控从2021年 2020年开始 我们所有的销售收入 是不降反升 我们比2019年是增长了36% 那么从2021年 我们的销售收入是增长了27% 那么今年在这种疫情情况下 我们还有增长了上半年来看的话 我们大概是崩涨13% 那就足以看出来 其实我们的产业布局 是用数据来说话 是对国外的我们的集团 是对中国的营商环境 对我们整个集团的发展战略 是可惜的 是具有说说 投资更加有极强的意愿 通过刚才您的讲述呢 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在新时代呢 跨国公司它发展的过程当中 中国市场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那我们可以说 伊莱特呢 作为一个合资企业 我们是紧紧地抓住了 中国风电等清洁行业 崛起的这样一个风口 那么在您看来 未来欧洲 特别是那些中小企业 能不能抓住这个风口 他们是不是还有机会呢 我认为这个机遇无数不在 因为我是那么认为 我们的中小企业 有很多的机遇 因为什么这样 3060 我觉得这随着什么产业革新 就是逼着我们进行 要创新改革 只有创新改革 你才能发展更有长久性 你才有耐力 你才更有持久性 那么在这里头呢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讲 我觉得一个方便 第一 我们要引进来 因为我们很多的装备 还需要进行有效的提高 那么我们引进来 这是个方法 但是另一个方法 我们也可以走出去 我们走出去 像我们在2019年的 12月22号 就是我们花了将近 2600万欧元 我们是全资 并购了我们西班牙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飞黑 就是我们要走出去 然后又走出去 引进来这种方式 两边互动 那么这次那个峰会呢 我觉得更加是体现了 我们相互之间形成一个互动 互动就是你喜欢中国的市场 我希望你进来 我们有更好的市场给你 我们有更好的能力资源给你 我们有更好的这种忠诚感给你 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人能出去 能够到了国外去 能够给他传导我们中国的思想 我们中国的做法 我们中国的大市场 我和很多的国外的朋友 西班牙的朋友 德国的朋友 法国的朋友 因为我在欧盟这个区域 还是非常熟的 我们就跟他讲 其实中国的市场蛮大的 我们应该作为企业家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我们面对是科技创新 给我们这个能力带来的福祉 我们要通过科技创新 解放生产力 创造更大的价值 第一 造福了能力 第二 造福我们各自的企业 这是一个双方利好的项目 所以说我们企业 接下来我们的集团 还是义无反顾的 坚定了中国的市场发展 我就是这个时候 说实话要抢抓机遇 咬定目标不放松 所以说在后期时期 我们更应该解决到 是双方之间 国外和国内 各种的商务人员的 友好交往 相互信赖 取得一个双赢的完美结合 好 谢谢您 我们也是期待着 能够借助这次峰会 有更多的企业 引进来 走出去 借出更多的硕果 谢谢 合作共赢 聚商融制 那么在峰会的现场 还有哪些精彩的声音呢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关注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